回头看了下魔女之夜的设计灵感 发现这一次 最终的订稿终于赢了废稿了 在最为浪漫的七夕节日 策划准备弥补遗憾 为新幻设计一套迟到的婚礼服 此次长夜设计以黑色神圣为主题 细节偏向于性感 强势 冷艳 以此为基础美工创作了两款初稿 出版设计上魔女元素体现较少 且款式太过于传统 保守成规的礼服设计并不能征服观众 出版的出师不利让美工也感到头大 后续出版全部被放弃 转而又以黑色为主条旋律 来轻轻演绎这款皮肤 最终版的呈现上非常赏心悦目 玫瑰荆棘花纹的点缀恰到好处 传统行动不变的婚礼服经过修饰后 改良为了短款 更贴近当下审美标准 最后增加了头沙 来彰显她是代嫁新娘的身份 星辰的设计其实并不重要 最为重头戏的是心理学家的长夜 当长夜已经完美定导时 只需要当作参照物星辰即可顺利完工 因为这是成套的情侣时装 讲究完美搭配 第一张星辰草图帅气不凡 可策划对此并不满意 策划解释说 皮肤设计得过于成熟 病患没这么老 牙口无言的美工继续埋头苦干 在第一张草图的基础上进行了极大改良 此次的全新设计几乎可以说 跟长夜非常具有CP感 但也同样有小瑕疵 诸如整体结构表现层次感不足 色彩偏暗 无法衬托出筋皮的质感 于是美工对其进行了很大的细节改良 包括前胸图的夸张红色玫瑰花修饰 无袖背心彰显出清零的质地 以及黑纱绣的透光感 总之怎么奢华怎么来 就这样魔女之夜情皮就此诞生 同时也是少有的中稿完胜废稿的一款皮肤 那么问题来了 你对情皮你都入手了吗